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恩有他的省水方式 妈妈也有他的 桶里边装着的是雨水 妈妈把它蓄起来用来浇花 而洗衣机旁边的水也藏着妈妈的生活智慧 这种是洗衣机 最后一次过水的时候我帮它升起来的 然后有时候可以拿来洗地 对啊我们不需要用很多的嘛 这些洗地啦 就说在这个barkini都不用开清洁的水来用 鱼恩手上抱着的娃娃 有些是爸爸妈妈买的 有些是亲戚送的 他每晚要抱着碎的浅蓝色小熊已经五年了 鱼恩对他不离不弃 我有一个barkini都去够了 我们不要浪费钱 因为我们要脑气去苦难的人 鱼恩一开始想要把环保落实生活的时候 因为话说的不够完整 让妈妈听不太懂 还好后来找到了方法 然后有时候我就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嘛 可是自从我看到大爱台之后啊 她一讲我就知道她在讲什么 一开始看大爱台是为孩子 不过之后却成了妈妈自己的习惯 从大爱台那边我们就知道说 环保其实很重要在这一个党额非常重要嘛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做这一份 从我们自己开始嘛 妈妈在店里都不开冷气 只开风扇 她说这样做除了可以省电 也是在为地球做一点事 除此之外 在任何地方看到可以回收的物品 妈妈都会带到店里去 等累积到一定的数量 再一次过分类 这纸是每天都收起来的 不是每天都拿来这里了 不要满才拿来的 用心看用心听用心做 终生都受用 余恩和妈妈在生活上 处处落实环保 更在用心做的同时 深深感觉到环保生活化的重要 如果我们要去地球 我们就要分类 要去少了地球就会干净 祝福